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莉 我有點緊張 因為教小朋友就教得多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不明白 你不明白 隨時可以停止我 也會問我問題 我這個工作方式是專門教中文 當然我自己教中文 麥克風很前 其實我就這樣說你們聽到 不用了 菲敏 不用了 其實我自己教中文或者讀書 一定是有些方法的 我見你們有些在教習品科 或者未開始教 或者你教小朋友的時候 可能在這個工作方向找到一些 有些清晰一點的方法去教學 很希望能夠幫到你們 因為本身我自己經歷過普通會考 最高校的 我讀書方面就有自己的心得 如果你們有些什麼困難 一會兒問答 或管子都可以問 我講一下例如小學方面 其實我今天講的範圍 我是分得很清楚 小學1至3年級 然後我們就講小學4至6年級 然後就講中學生 他們的教統局對他們的要求 以及你怎樣針對那些要求去教他們 例如如果你去看教育局 中國語文教育科 對於小學生的要求 在中文方面 他們就希望小學1至3年級 就要認字識字 即是這個時期 是一個認字識字的時間 你知道幼稚園升小學的時候 頭一兩年其實他們的東西 不是特別深的 一年級就不是特別深 但是去2年級 3年級可能就有少許不同了 還有聽說能力 這個是很基本的 所以在這個時期 如果你正教的 是小學1至3年級的學生 我覺得你們不要對他們有太高期望 覺得他們要學得很快 在這個時期 其實我很鼓勵你們 鼓勵學生要有自己的次語簿 即有本簿就是自己的次語簿 因為我的做法就是 如果是小學生的話 詞語簿 我們盡量做所有事 都是由最少的目標 然後慢慢去增加 即是可能說 我一個星期 我知道工房很忙 我只希望他給我五個詞語 一個星期如果五個詞語 他都不太做到 你就試一下減少些 三個或者兩個 看他會不會做到 這些詞語可以是 其實最好就是一些 他不懂的詞語 你可以幫他 如果他懂的 他覺得這個詞語挺有趣 可以寫下 你也鼓勵他有自己的詞語簿 其實這個時候 小學1至3年級 我覺得最重要是 令到他們不怕中文科 不怕這件事 因為如果這個時候 他們已經很抗拒閱讀 你再上去就很麻煩 因為你再難去推 他們更加喜歡這件事 除了教 其實我想如果你們教的功課 功課是不難的 教完功課 我覺得你們 不如花多點心機 去令他們喜歡中文 你可以分享一些定期 如果你那個星期有空 你就要帶一篇文章去 我和你講一個 比較有趣的故事 拿一篇文 就和他一起讀 然後就看他覺得怎樣 然後聽一下 找一兩個詞語來學 這個階段其實是很簡單的 我們不要做很深的事 因為他做了太深的事 他其實會很討厭讀書 因為以前我真的教過一個學生 三年級開始 很討厭補習的 完全不喜歡讀書 但是這個時候 你要令到他不抗拒這件事 但是我這裡有一個建議 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要幫他完成練習 有一個時間概念 因為在香港其實你讀每一個科目 你到中學和小學考試 其實你知道每一份考試試卷 測驗 你都要在一個有限時裏做 那其實一年級 我就不建議他做得逼他 我十分鐘你做不完 這樣不可以 但是你就盡量 可能你和他做功課 就是測驗的時候 給他一份卷去做 其實這份卷你就有十分鐘時間做的 那你盡量做吧 看他做到多少 但是就要灌輸他一個概念 就是你做一些練習 考試和測驗的時候 一定要有時間的概念 但是這裡我們不會很嚴格地要求他 那我呢現在 例如我幫小婷做閱讀練習 那你見我 如果你有看到那個項目 你見到我的文章 那個slide是放在後面 那個問題是放在前面 因為我覺得做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其實你考試和測驗最重要是 先看了題目 其實我想人人的習慣不同 但其實先看了題目 再去看文章 有辦法令他們覺得有大概的方向 例如我先看了問題 舉例 由文章第二至第三段 找出適當的詞語 填在第一題的環線上 令到句子的意思完整 那我就揭發了第一題的 因為你盡量和他一年級 到三年級 你可以和他一起做的 即是讀完問題 找一些重點 那為什麼這個重點呢 一個句子 其實我們有一個黃金法則的 就是你盡量去選一些重點 一個句子的20%至12%左右 你不可以把整句子 第二至第三段 適當的詞語 這樣就不好了 那就沒有一個概念 因為人去讀一篇文章的時候 其實通常自收到的訊息 只有20%左右 所以你去教他做問題 那些就盡量找重點出來 例如第一題 第一題是要找詞語的 然後下面就會有一句例句 鄰居將衣衣常常向媽媽做甜點的方法 那我就會 highlight 做甜點的方法 那好了 下一題 根據文章合容 令我感到最難忘的事情是什麼呢 那這一句呢 我覺得重點就是最難忘的事情 然後你ABCD 其實就是要逐個選項去看 因為我覺得一年級到三年級 他們要自己做這些事情 他們覺得辛苦的 所以你就浪費多點時間和他 我想什麼科目都是 就是我自己考試 英文科都是這樣的 那就是 可能小學一年級的生活快樂結束 B是 我在學校認識了一位朋友 C 我將要和明輝一起升讀二年級 D 我在這間學校度過了很快 幾年 你見我去選一些重點的時候 可能都是關於一些人 或者一些時間 做什麼的 我想 我相信大家有能力可以做 這些都不是很難的事情 對 然後你到 一直下去 其實你主要 你一定要幫他 選一些問題 在問的中心點是什麼 好了 那我現在 假設我和小朋友 我們看完這些了 那我就會再 因為如果你有時間 你就再跟他講一次 那好吧 你現在看到了 有一至四題 一刻你做一篇文章 你就要做這四題 第一題你就找詞語 第二題你就找最難忘的事 第三題你問一下 找哪一段 講和明輝相處 第四題你就 找一下這些文章 主要記述了些什麼 其實 小朋友是很容易不記得的 所以你就要重複就重複 可能你覺得 我不知道 因為可能這樣是很浪費時間 你續提續提 幫他找完 然後又要再重複 講多一次 好像很浪費時間 但是我覺得 一至三年級的小朋友 就是需要多些耐性 也鼓勵大家慢慢 就是讓他覺得可以 catch up 就是讓他覺得 追到你說些什麼 還有知道 你在問中的重心是什麼 因為你如果分析了一些問題 你分析了一些問題之後 他就有大概的方向 我看些文要做些什麼 那好了 那到看文章的時候 怎樣呢 我覺得看文章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認為 現在香港的教育 中文的報紋 其實是越來越深的 其實一二三年級 到中學的程度 你會覺得 嘩 這些東西很深 有時候我教中學生 都覺得 真的很深 小學生你其實一年級 我這個是一年級文章的 大概 但是 其實我也很肯定 很多小學生 是 叫他們寫出這樣的東西 寫不到他們 一年級 因為很深 所以 如果你和一年級 一起看文章的時候 你最好 你讀一段 他讀一段 大家有互動性的 那就不要自己讀完 因為如果你自己 講完所有的東西給他聽 他就會依賴了你 也沒有機會 讓他去認識那些字 小朋友為什麼要讀出聲音呢 我覺得是幫到他的專注 有時候 如果你叫他就這樣看 你看完 然後問 你看完然後做 他看的時候 就一邊看看 就想想其他東西 玩一下筆 然後想想看完 但其實他可能沒有看那些字 所以你最好就是 我現在讀一段 我讀完之後 你讀下一段 然後你再讀下一段 那就一起看完 就容易做到 看完筆文之後 你就可以選一兩個 你覺得深的詞 因為我們現在有 一至三年級 你就說 你可能選 你知不知道 這個個字為什麼 就是這個個字 這兩個字為什麼 然後他認識 那就OK 但其實很多時候 你捉他 他就不會認識 不認識的話 你就有個詞語譜 不如你寫下 寫下 下次可能有機會 你會用到呢 那詞語譜其實有很多種法 那麼高年級 我再講一下高年級 怎麼做 但是小學生 如果一至三年級 不要對他的頭部 我們嘗試去令到他 喜歡讀書的人 就是喜歡中文科的人 那如果你和他讀完整篇文 然後選了詞語 問了他 我懂不懂解釋 之後就可以給他機會 你有沒有真正不懂的東西 或者看了幾篇文 你有什麼想問我 然後就給他問 其實一至三年級 很多時候就 未必會問你 但 不懂得問 他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 所以你就 盡量這個時候 你自己擺多些 心機做主動 你主動問他多些 那就會好些 或者主動幫他 整理一些想法出來 那這個就是主要 一至三年級的做法 那我就覺得 一至三年級 是著重互動性多些的 那還有 是的 那其實你見我都會 重複講一些技巧的東西 就是 我想如果你去教你的學生 的時候 都是要重複不斷去 提醒他們一些東西 因為人是很容易忘記的 那這個是 就是 涉及一些 整理技巧 那 例如我會 例如 我都可以詳細多一次 如果你去教他 還要讀練習的時候 那你最主要是 要做一個分段 大家互相一起讀 然後你簡直 而去解釋 和鼓勵他三文 那其實去到這裏 一至三年級來說 就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嘗試去幫到他 慢慢去融入 小學的要求 因為小學和幼稚園不同 你都 測驗考試 要有時間限制這些東西 那他們覺得有壓力的 一開始 就是他會害怕的 還有 我想他們真的是 這個是一個過渡期 都 一二年級過渡期 所以大家要給多點耐性 還有 主導多些 所以這三文章的詞表 你說有這麼高要求 這個要求 對 我覺得這個要求 就是 放一個字進去的寶字 對 放一個寶字進去 但是你要定期 跟他一起看 就是再看 噢 剛剛一星期你給了五個詞表 我 那我和你做個解釋 有什麼解釋 然後你就問 喂 課子這個字就是解高度 不如你現在 即正做個 作句出來 這樣 都可以有一個創作 對 對 是 是 我覺得你要看學生的程度 但是我會鼓勵你 都持續都在 當然叫他做作句 對 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 我理解就是 例如寫歌詞 然後 你不如寫他作句 告訴他 用歌詞寫完 所以 我都為之一個 一套的話 或是純粹 你寫歌詞 你都考核 你想說 高氣 那三個字 接著就合 下次再答 一個字考核 高氣 接著就 其實那個詞語寶 是可以鼓勵他們 有時作文拿出來 你公布作文的時候 你要記住 做作文 想不到用什麼詞語 不如試試塞進去 看用不用 這些 但是其實 我喜歡詞語寶 是簡單一點 你不要 就是做句 你口頭去做就OK 你一定要寫出來 因為如果叫他做太多東西 他覺得辛苦就不做 因為他們本身功課真的很忙 就是你要他 如果他肯額外 一個禮拜給他 其實你會覺得很能力 真的 因為他們功課很忙 如果他自己很喜歡這一方 他自然會多些心機 好 不用 那 那 除了任何練習的問題 我都鼓勵你叫他們讀出聲 去理解 一至三年級 因為他們專注力是有限 就是他們真的會 沒有心機看那篇文章 那些字太多 我覺得辛苦 然後 我覺得這個時期其實 你幫到手的話 就培養一下他們閱讀的興趣 就是找一些有趣的文章給他們看 但這些事情我覺得你們不用藏合做 因為我自己做義師都知道 你的時間很有限 你可能你自己定一個 兩個禮拜 給他看一篇 或者一個月給他看一篇 浪費了時間 去接觸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除了學校的文章是很死的 可能很悶的 你自己去找一些安徒生童話集 那些 安徒生童話集有些新一些的版本 不是每樣都是 不是那些全部都很簡單的版本 就看 其實高校圖書館也很多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有個老師說 如果你想學英文 就去圖書館 就是小朋友的單字英文來看 因為那些反而會幫到你 那我不知道 我覺得教小朋友都是 就是你永遠有一些很淺的東西 他都會有機會去看 就是會學到多些 因為你一來就 給一些很新的東西 他覺得辛苦 就放在一邊